附属的情况 虽然安装太阳能板需要支付一笔费用 但是相较于高昂的每月电费 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本来记者Tricy 4月12日报道 著名古典钢琴家朗朗 4月10日周三 于洛杉矶好莱坞星光大道出席了寿星仪式 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音乐家 也是首位亚洲钢琴家 好莱坞星光大道 是由好莱坞商会代表洛杉矶市管理的传奇文化地标 颁布荣誉是给电影、电视、唱片、广播 以及现场演出等领域的杰出名人 自1960年以来 好莱坞星光大道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数百万人的参加 据资料显示 在朗朗之前仅有八位华裔影星摘星好莱坞星光大道 包括了黄柳霜、李小龙、成龙、刘玉玲、陆锡林、吴汉璋 温明娜以及杨子琼 朗朗的父母和妻子吉娜均陪伴出席受刑仪式 朗朗表示 钢琴是其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她将分享音乐视为使命 在受刑仪式的尾声 朗朗特别演奏了由中国民歌改变的茉莉花 环球音乐集团执行副总裁安东尼 强调了朗朗在演奏之外对社会的突出贡献 她说 朗朗的众多成就使她能够留名星光大道 她的入驻对星光大道而言是一个重要而完美的补充 这种 这种